生命旅程的终点站只有一个 许多人既会死亡 但也有人以死为伴 往生是一个人生必经的过程 通过殡葬礼遗失的身份 郑海传和郑珍妮妇女俩 为往生者送上至高的一份尊重 这是他们赢得一些人的信任 将自己未来的葬礼交给他们 他们希望能改变人们对死亡的看法 为殡葬礼注入新生命 殡葬礼向来就不是受人欢迎的一门专业 许多人对这行敬而远之 郑海传却是个历经风浪的老手 足足做了四十几年 许多骇人听闻的命案 都交由她来做身后事的处理 倒是女儿珍妮是最近才加入这个行业 她帮爸爸打理生意 时时都在她身边 我们的工作是帮助亲属将往生者的后事 可以圆满地处理 就是让家属可以感到一份心安 不会有任何的遗憾 殡葬礼师每天都得应对死亡 这不是任何人都能担当的 我们做这个行业除了胆子要大之外 就是我们需要百无禁忌 不会有什么机会 但是我们也是要随时随地 可以抱着一个随传随道的心态 对妇女俩来说 全情投入和随时做好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一通电话打来当下就得行动 虽然已经68岁 但郑海船始终站在最前线 一刻都无法放松 有时候我吃东西的时候 那不然间有这个电话来 做她的父亲往生 她现在很激动 不知道怎么样做 冷静应对 沉着处理 她是往生者的亲友 第一个会联络的人 刚刚得到某个人往生的消息 郑海船迅速采取行动 一抵达停尸房 郑海船马上开始工作 往生者是高龄94的李女士 郑海船跟李女士的儿子见面 只是她该怎么做 下一步是要妥善处理遗体 为葬礼做准备 他们将往生者 送到防腐师那里 进行防腐 静身和着装的工作 好孩准备 要踏上最好的旅程 防腐师 得将一切所需要的器具 准备妥当 我们的厨处理遗体 我们的厨处理 就会把它洗 洗干净 然后跟它防腐 防腐就是打针 打针就是要放 那个泡沫林的药水进去 他们有抽那个血 那个血出来 从脖子 然后就是打泡沫林进去 打了进去 就是整个脖子有一点 跟它洗干净的 手还有脚 因为那个腰水 还没有走到那边 防腐完成以后 下一步就是整理 往生者的仪容 使它能安详入列 做好了 防腐好了 就是给它穿衣服 然后最后就是 把那个makeup 跟它弄makeup 珍妮亲自给林女士上妆 补上最后的几笔 以确保林女士的样貌 端庄好看 现在遗体已经准备妥当 可以送往吊宴处了 在吊宴处 他们会献上购品 也会给往生的人 安排所需要的宗教仪式 然后师父在那边 应该放的东西 购品 拜的东西 水果 花 灵堂的set up 全部都有 郑海船妇女 在这场丧礼之中 扮演特别的角色 他们把自己 视为林女士的家人 一路支持她唯一的儿子 今天的葬礼是一个 十八岁的老太太 她和她的儿子相依为民 他们儿子照顾妈妈了 所以妈妈过世过后 儿子其实经济能力 还没有那么好 所以她每次看报纸 她都看到我们经常做 Probomo Case 她就来找我们 叫我们帮忙了 放在这边 明天出兵来讲 我们也是跟她 做那个花 照片 师父练经 拜的公平 应该做的东西 就是在那边 所以她也蛮 孩子也蛮高兴 她都有找到我 她妈妈才有今天 我说不要讲这个 因为我们做到 我一定做 林女士的儿子 提出一个特别的请求 希望父女俩能带她执行 我画了以后 就是她跟我讲 那个骨灰要交给我出海 我跟她讲 我出海是蛮多个在一起 因为每次这种 Probomo Case 我就把它当作 十个二十个一起出海 因为她是很高兴 她说她妈妈有一个伴 我们是觉得 我们可以帮助社会大众服务 可以帮到有需要的人 在我们能力范围可以帮得到的 我们就帮 是一个非常欣慰的事情 得到父女俩鼎力帮忙 李女士的儿子 可以放下心头大食 她知道 母亲将会得到最好的照料 郑海传和女儿珍妮 从不拒绝帮助穷人 她们免费给别人办身后事 而且还常常亲力亲为 因为我亲本身处理这个风 每次听到那个 晚生者的亲戚 社工打给我的时候 我有问他 这个老人多么是怎样 能就是做好好的给他 这样做 我们也是做一份 很好的事情 可以回这个社会 今天是李女士出病的日子 父女俩没离开过现场 她们要确保一切妥妥当当 以最庄严的方式 送别李女士 师父为李女士 送经祈福的仪式完成以后 大家就准备要到火化场去了 正海传和女儿 以签署身份 和李女士的儿子 一起给妈妈送行 在火化场 她们最后一次 向李女士献上祭品 祝愿她一路好走 棺木缓慢地移进焚化炉 表示真正告别的时刻 已经到来 为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尤其在她们痛失亲人的时候 为她们给亲人送终 这鼓舞正海传妇女 要继续从事殡葬业 行侠仗义 心怀慈悲 郑海传当年踏入殡葬业 实在是一种缘分 我43岁就离开学校 然后帮我爸爸卖咖啡 卖咖啡就做到 差不多20多岁这样 然后有一天 我每天就跑那个披衣馆 拿咖啡给那个家属喝 然后有一天 我爸爸妈妈晚生 然后爸爸晚生 连这个咖啡店我也没有兴趣做了 就把这个咖啡店改住 那个这个 光木阿尼特克瘦板店 在这个拉米纳街 就是在那时候 进入这个瘦板店的生意 路好像到现在20多岁 所以我今年是68岁了 我差不多做了有44年了 因为经验老到 他的名号 在殡葬业界可说是响当当的 本地都起残酷命案的受害者 最后都由郑海传 顺利给他们办理了后事 埃博胖是很多我做 在新加坡 在MRT 那个MRT在文雷那边 刘红梅 黄娜这种 都是还有很多 这是我本身处理是处理 就因为这样 许多老人家 托人找上郑海传 要求他将来也给自己办丧事 我已经做了很多年 好像老人家 还没有玩世的时候 有的事会来找我 我说他没有接 以后他完成怎么样 我说我给人家名片 有什么事你叫你的嘴打给我 对要求他帮忙的穷苦人家 郑海传总有份侧隐之心 他经常登门拜访 又往往不求回报 他们要拜访一位 84岁的独居老伯 老伯一直心烦自己的身后事 不知道时该怎么办 所以在三个月前 找上了郑海传 父女俩今天给李老伯 送来一张新床 还给他买了晚餐 老伯心里觉得很温暖 他已经把他们 当自己的家人 我没有说 你要去睡就知道 我这四个卧龙牌 卧龙牌 卧龙牌 对啦 卧龙牌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有点疲惫 我把人说 因为去博作 我博而去的感情 我给他说 你还没人家说 我给他说 我给他说 我说 他们让李老伯的心变得安定 不再那么焦虑不安 在某个程度上 这对妇女填补了老伯 没有亲人的遗憾 能给老伯送上一份安心 郑海传和女儿 也觉得温馨快乐 没有亲人又没有孩子 没有人去看他 他也是觉得很孤单的 一个人 所以我们可以做得到 有空去看他 至少他会很高兴 跟他讲 来 有人来看他 好像像亲人这样子来看他 至少有朋友 其实 病葬礼医师常常需要 延伸爱心 去处理葬礼以外的事 不断地付出 这样长时间的劳心劳力 竟然把郑海传的身体 都给压垮了 2012年 他人生出现转裂点 一时间病得不轻 有一年我本身 有发生一点家庭的事情 然后我就 stress 跟 high blood 心脏 heart problem 就有一个 attack来了 就是我要晕 然后我就 进去那个医院 紧张的生活 使身体再也不能负荷 他需要额外的帮手 我在医院那边 我女儿跟他朋友 来见我那个晚上 他们决定了 他说 爸爸 你这样年纪大了 也生病 我们来帮你 我就问他 你决定吗 假如决定 那我心里面是很高兴 因为有后代人来见 父亲的病 促使珍妮加入了殡葬业 这年轻女孩 有她自己的想法和期待 希望能实现目标 瘦学高挑年轻优雅 她就是郑珍妮 她有自己的花店 但天天都在跟死亡打交道 她是个殡葬礼医师 我除了从事殡葬这个行业 其实我还自己经营我的花店 那我加入我爸爸的公司 到现在已经大概两年了 珍妮拥有市场行销大学文凭 当年她连20岁都不到 就对家庭生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其实自从我18岁 我就有跟我爸爸说 我是很有兴趣加入她的公司 那当时我是想做一名房服事 她是觉得 我现在应该去把我的学业搞好了 然后做几年的工作 吸取一些工作的经验过后 我们才来谈这件事情 父亲2012年重病入院 促使他那一年就加入了病葬业 在大概两年前 我爸爸的心脏病发作 那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 我就跟他提议说 不如我加入你的公司 帮忙你管理你的公司 这样你就不要那么辛苦 第一天上班 是珍妮这辈子最难忘的一次经历 我第一天就马上进去房服事 但在进去房服事之前 我的同事很大声地喊 不可以进去 不可以进去 他们都是怕我身为一个女生 觉得我不可以那么快地去接受 看到遗体 可是我进去的时候 我就站在房服事的旁边 就慢慢地这样看着她做的一些 帮遗体晋升这些的一些活动 我的感受是非常的尊敬 尽管每天都要面对死亡 珍妮却觉得自己对工作越来越有热忱 而且从不感到害怕 她希望以一种更现代化的方式去提供服务 将殡葬业提升到另一个水平 其中一项新的尝试 就是将葬礼具有意义的时刻 永远定格下来 孙敏丽是个殡葬摄影师 经常和珍妮合作 为葬礼拍照留念 我四年前开始拍摄写照片 其实我们在我父亲的葬礼 看到了一些时刻 甚至于我还不肯定 他可以拍摄写照片 或者不可以拍摄写照片 我实际上给我们的服务企业 它开始用我的服务 葬礼的形式开始改变 人们对生死的看法 也跟以前不同了 所以殡葬摄影 已经越来越常见 对于伴葬事 人们不再那么忌讳 现在又有了新的服务 这表示他们可以开始 以新的眼光去应对死亡 新加坡土地资源紧张 想给往生的亲人 找块安息之地 有时并不便宜 因此有些人必须 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处理 郑海传将义务收敛的 往生者的骨灰带到外海 那将是他们的长眠之地 今天来到这个 江义飞里的名字 就是我把九个人的骨灰 在一起出海 这个全部是 就把它们放到海去 然后他们要去 哪里就去哪里 海面不太平静 风有点大 可是诵经仪式 还是要进行 珍妮和助手 把骨灰洒进了大海 希望往生者的灵魂 能在这里永远安息 今天我们帮九位老人家 送他们最后一层 我就觉得非常的温馨 因为至少这几位老人家 都可以一起有个半上路 我们这样子做 一直一路都这样子 帮助一些 Pro Bono的Cases 是觉得非常有 使命感的一件事情 通过死亡 借着生命 郑海传妇女 以殡葬礼仪师的身份 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 我觉得死亡是 人生必经的过程 那么每天面对 那么多生离死别 可以让我们更加地去 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情这样子 帮到那种 多么呢的Case 很多 做好了 我里面有满足感 我里面也是福 因为我帮到这种很多 辛苦的人 他们是繁华都市背后的 隐身人 借着冷门的工作 行侠仗义 帮助别人 通过这份事业 他们希望能让别人 能跟他们一样 接纳葬礼和死亡 为生命的一部分 放下恐惧 善渡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